没错 这一切都在唐三的计算之中 当他看到海神奇圣柱斗罗站在海神殿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进行这个计划 蓝银霸黄枪确实是他全力以赴发出的攻击 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牵制海神斗罗波赛西 正面攻击 唐三这最强的魂技仍旧不会有效果 可是攻击的目标变成海神殿就由不得波赛西不去救 哪怕他实力再强 唐三相信他也不可能凭借大范围魂技阻挡住自己的蓝银霸黄枪 而他又绝不会让海神殿受到丝毫损伤 因此他必定会亲身去救援 而就在这时候 海神山上的植物在唐三催动下向海神殿发动攻击 这是早在三天前唐三向波赛西提出在海神山脚下决战的时候就已经想到的方法 他要求在这里决战并不是要凭借蓝银领域与波赛西周旋 到了波赛西这种层次 以唐三目前的领域能力对他来说 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 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不是因为这里有森林 而是因为这里有海神殿 攻击海神殿 波赛西必救 而今天海神奇圣柱守护斗罗们的出现 带给唐三的是惊喜 他早已经计算出 当自己攻击海神殿的时候 奇圣柱守护斗罗绝不会做事 波赛西被牵制 他们必定会全力以赴 抵挡植物的攻击 而事实上 不论是蓝银霸黄枪 还是这些植物 都不会真正的去攻击海神殿 唐三何等聪明 他清楚的知道 如果自己真正的攻击了海神殿 那么 这奇圣柱斗罗 甚至是波赛西 都会得到攻击自己的命令 侵犯海神的尊严 那还了得 因此 他的所有攻击 都是留了后手的 不论是蓝银霸黄枪 还是以蓝银领域 催动的植物大阵 最多就只会到海神殿前 却绝不会真的进行破坏 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 果然上当了 同时 结果也和唐三判断的一模一样 现在 唐三正在波赛西的攻击下 苦苦支撑 奇圣柱斗罗阻挡了他的攻击 就相当于 加入到了考核之中 而以史莱克六怪的实力 如果在波赛西和奇圣柱斗罗的围攻下 进行考核 那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不会有 海神既然是公平的 那么这考核 自然会再出现变化 第五考核 能够因为被自己取巧 而令第六考核增加难度 那么 这第六考核难度大幅度提升 海神总要有所表示吧 正是因为这样 才出现了眼前的一幕 先前 唐三为了躲避波赛西的魂力 与精神力融合的探查 本就已经退到了海神山脚下 所谓退出海神山范围 也就是说 只要它迈入环形海 这无比艰难的第六考 就要通过了 不必再顾忌那根箱的燃烧 不过 面对近在咫尺的环形海 唐三却并没有后退 身体反而向前冲去 而就在它前冲的同时 一片鸿芒 已经从它先前所在的位置掠过 重重的 轰击在了海神山脚下的沙滩上 恐怖的轰鸣声中 海滩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百米 深十米的巨坑 以至于环形海的海水直冠而入 波赛西的身体 已经出现在了那个位置 如果先前唐三后退了 那么 它已经被波赛西那一拳 正面命中 就在这时 唐三突然从海神山上腾起 竟然不再闪避 反而是正面朝着波赛西扑了过去 伴随着第八魂环的夺目闪耀 一圈圈红色波纹扩散开来 向波赛西照去 正是它的第八魂迹 蓝银虎金摩之射 强势的三秒晕眩 与此同时 唐三身形在空中翻转一周 左腿骤然下披 虎金邪魔斧带着一圈 弯跃一般的光轮 从天而降 直奔波赛西顶门而去 这一次 连波赛西都觉得有些诧异了 唐三凭借着他的智慧 好不容易制造出了这种 对他绝对有利的机会 按理说 他不论是隐身 还是瞬间转移 都应该尽快从自己的攻击范围中 逃脱才对 可他为什么反而选择了正面攻击呢 难道他认为他的攻击能够打退自己 令他进入环形海吗 那又怎么可能 波赛西没有停留 面对唐三的双重攻击 他左脚在地面上轻轻一跺 一股巨浪从脚下升起 那可不是真的海浪 而是纯粹的由能量形成 唐三的强看的第八魂纪群体限制技能 竟然就那么被这股能量冲击的支离破碎 根本就没有落在波赛西身上 波赛西释放的这股波涛 与他的精神力完全融合 这一次可是在发出魂力的同时 就完成了契合的过程 这才是这位海参斗罗真正的实力 而就在这时 唐三左脚带起的虎精邪魔斧 已是从天而降 来到了波赛西顶门之上 十万年魂骨技能 毕竟非同小可 那破掉了蓝莹虎精魔之射的巨浪 被他从中刨开 闪烁着森然红光的斧刃 闪电般下斩 面对唐三的攻击 波赛西连动都没有动 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右手翻腕 手掌划刃 直奔唐三的左腿劈去 看上去 他这一掌轻飘飘的 但曾经被他一巴掌 拍入海底泥沙之中的唐三 当然知道 波赛西这一掌的威力 有多么强大 但是 他这一脚 还是义无反顾的 劈了下去 哼 十万年魂骨技能再好 奈何双方的魂力相差 实在太远太远 波赛西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 唐三的身体 却已经如同炮弹一般翻滚着 斜飞了出去 速度之快 甚至比他使用白尘香鲜血制造的复制镜像 常识更加快捷 一掌震飞唐三 波赛西却突然醒悟过来 暗叫一声不好 他一掌披中唐三的虎精邪魔腹时 清楚地感觉到唐三又施展出了无敌金身 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远飞而出 多谢前辈相送 唐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就在波赛西起身欲追时 两道金线从天而降 逼迫着他不得不正面应对 精神层面的碰撞再次出现 结果甚至也和上一次没什么区别 身在空中 唐三这次更是蹊跷出血 但他却不可以止地哈哈大笑起来 波赛西没有在追 化解了精神力带来的冲击波 轻叹一声 喃喃自语道 看来天意如此 此子果是天纵奇才 如此绝境 仍能以一己之力度过 半空之中 唐三额头上的三叉级烙印 第六次 喷吐出一片金黄色的光幕 光幕悄然破碎 化为点点金光 融入他的身体 提示声响起 以智慧与实力 在海神斗罗 与七圣度守护斗罗的围攻下存活 超额完成第六考考核 海神亲核度增加百分之二十 总亲核度 百分之七十 逃出海神岛范围 并不是说必须要进入环形海 所谓海神岛范围 就是海神岛的投影范围 唐三攻击波赛西 自然不是要攻击得手 为的 只是要波赛西 那一记恐怖的反击 凭借着无敌金身 他足以自保 而在他对角度的计算中 那强烈的冲击力 正好将他的身体 斜斜地送出 等到波赛西 想要反应的时候 唐三 已经即将出了海神岛投影范围 那一记此击魔童 甚至都是锦上添花 将波赛西 最后一丝拦截自己的机会粉碎 海神岛上的植物 没有了兰淫领域的支持 重新恢复了正常 徐徐退去 自知闯祸的海神 骑圣柱守护斗罗们 飞身来到波赛西面前 单膝跪道 大人 我们冒失了 请您责罚 波赛西摇了摇头 淡然道 海神大人的旨意 我还有什么可拒绝的呢 唐三几乎是垂直地 从天上落下 扑通一声 砸入环形海之中 从极度紧张的战斗 到此时的放松 他只觉得 自己的四肢百骸 都已经散架了一半 尤其是两次精神碰撞 对大脑的冲击 令他头痛欲裂 全身气息 极不稳定地拨动着 海水的浮力将他重新推到海面上 平躺在海水之中 唐三近乎贪婪地呼吸着 那略带咸兴气息的清新空气 终于过关了 尽管海神斗罗的强大 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 但这第六考 还是成功渡过 并且得到了高达 百分之二十的海神清和度奖励 唐三能够通过考核 绝不是侥幸二次就能代表的 从一开始 让伙伴们分散逃离 到后来与波塞西的种种博弈 直到最后一刻 他才力挽狂澜 寻找到了通关的方法 这其中 他可以说是将实力与智慧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股浑厚的能量 从身下海水中涌起 唐三没有反抗 任由着海水 推动着他的身体 重新回到海神山脚下 直到身体碰触到沙滩 他才支撑着 爬起来 有些艰难地走上岸 海神斗罗波塞西 以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 都站在那里 静静地注视着他 无疑 此时的唐三是十分狼狈的 但在海神岛这八位最强者眼中 现在的他 似乎已经变了一个样子 第六考 是全部九考中 最重要的一个考核 也是九考中的生死之考 通过这一考 唐三在海神岛上的地位 可以说 直接提升了一个台阶 至少 达到了与海神 齐圣柱守护斗罗们 党同的位置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唐三微微躬身 向波塞西行礼 波塞西右手清晖 一股柔和的力量 孤注唐三的身体 没让他败下去 我并没有手下留情 你不需如此 你是不是早已猜到 我要杀你 唐三苦笑道 准确地说 应该是名正言顺地杀我吧 波塞西双眼中光芒一闪 凌厉的气息 令唐三闷哼一声 后退两步 才站稳身形 但他却并没有在意 反而微笑道 前辈现在 已经没有杀心 这 算不算是色力内人 波塞西看看唐三 悠悠地道 多年以前 我曾以为 你的曾祖 与天道流 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对手 不论是他们 还是我 都是天纵之字 否则 我们也不可能修炼到着巅峰斗罗的级别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虽然有些惊讶 但我看得出 你天分最好 最多也只不过是与我们同一级别的天分而已 尽管你是双生五魂 但是 到了我们的境界 双生五魂未必就能带来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海参大人会选择了你 在我看来 你能得到顶级八考的尊容 已经是极限 可是 出现在你身上的却是海参九考 不知道多少年了 极度的情绪 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头 但是 现在看来 海参大人的选择并没有错 你的修炼天分 或许是与我们同一层次的 但是 在你身上 却有着许多我们并不具备的特质 或许 这些才是海参大人看中你的地方吧 唐三看着波赛西眼中流露出的淡淡哀伤着 前辈 您知道吗 在得知我要承受的是海参九考时 我感觉到的并不是兴奋 而是危机 这危机感 并非是来自考核本身 因为我明白 这既然是考核 那么 就一定是在我们实力承受范围内能够通过的 只不过 在考核中 要看我们能否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而从考核的实际情况来看 尤其是前三项考核 可以说 是对我们的磨练和提升 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放过 是我们绝大的机缘 而事实证明 我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我的危机感来自于海参岛 海参九考 连您都没有经历过的海参九考 可想而知 会带给我巨大的好处 但与此同时 越是巨大的利益背后 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如果我猜的没错 如果我真的完成的海参九考 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您造成损失 而且 这损失 也是您很难接受的 人类都是自私的 哪怕像您这样 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的人 也同样是自私的 但是 您是海参岛的大供奉 我又接受了海参九考 您不能动手杀我 甚至可以说 海参岛上的任何人 都不能这么做 想要将我抹杀 令我这个威胁消失 那么 您就只能从考核中着手 您正言顺地向我下杀手 还有一点 我也猜到了 虽然之前海马斗罗曾经说过 黑级考核如果不能通过 结果只会是死 但我看得出 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 伙伴们也会在您的攻击下 没能完成六考 那么 您也不会让他们死去 虽然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做 但以您大祭司的威严 应该能够令他们免死 在六考开始时 我让他们先离开 更多的是把他们遭受吃鱼之殃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要是我遇到了生命危险 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相救 而您的实力又实在太强大了 所以 我选择一对一的 面对您的考核 而且我想 这也应该是我在海参岛上 唯一的一次机会 度过了您的这次权力考核 接下来 你应该 不会再有机会 名正言顺地杀我了 你也自然会放弃杀我的念头 站在波赛西背后的海神 其胜度守护斗罗们 听得目瞪口呆 唐三的分析 可以说 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 但他们却分明感觉到 已经将魂力修炼到天人 合一境地的海神 斗罗大祭司身上 竟然出现了不稳定的魂力波动 显然 唐三的话 对他触动极大 深深的叹息 从波赛西口中响起 没想到 你竟然聪明到如此地步 更有着如此敏锐的判断力 虽然你的猜测并不完全正确 但C不中 亦不原意 不论怎么说 我都要恭喜你 成功通过了第六考 你说的没错 当第六考结束之后 我已经没有了杀你的机会 但是 我必须要提醒你 对于你来说 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 接受海神九考的人 除非九考全部完成 宝则 随时都有被反噬的危险 只要你任何一考不过 都必死无疑 唐三点了点头 多谢前辈提醒 我想 我的伙伴们 应该也得到了考核通过的提示 还要麻烦前辈 请您 不要将我刚才的话告诉他们 也不要说出 您对我考核的具体情况 波赛西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而海神奇胜助守护多罗们 看着唐三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钦佩 你是一个 近乎完美的团队领袖 不但能够指引伙伴 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当危机来临时 又能一天成单 好 我答应你 你有最多七天的休整时间 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 已经全部恢复后 带着宁荣荣和小五 登上神山 来海神殿找我 进行你们的第七考 说完这句话 波赛西缓缓转身 面向海神殿的方向 这一刻 他看上去 似乎苍老了几分 停顿了一下 这才迈步 登上了海神山上的台阶 没有飞跃 就是那么一步步的向上走去 海神骑圣柱 守护斗罗们 紧随其后 眼看着他们的身形 越来越远 唐三长须口气 喃喃自语 真的让我赌对了 好险 好险 事实证明 波赛西和他猜想的一样 本性善良 而且 对于海神的憧憬 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直到他们离开后 唐三这第六考 带来的危机 才算是真正意义的 度过了 身体不适 唐三索性 躺倒在沙滩上 柔软的沙滩 就像软垫子一样舒适 自从来到海神岛后 这还使他第一次如此放松 他是史莱克奇怪 真正的首脑 平日里 就算在修炼间隙 伙伴们能够放松的去休息 但他却不行 他必须要为大家的种种考核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